一欧看完来看到是外观我们的外交问题 真的是问题加一加一再加一 来看到是立陶宛的部分 我们在去年的11月呢 跟立陶宛这个地方我们设立的是台湾代表处 当时民进党政府呢很开心啊 大内宣跟大家讲我们突破了 比方说欧盟的防线啦 有可能可以再前进 跟更多的欧洲国家来建立好朋友等等 当时的确消息做的蛮大的 但没想到呢 立陶宛的总统呢 脑赛达 他最近呢这句话的确让人吓了一大跳 他说什么 他说呢以台湾为名社管是一个错误 那当时要设立台湾代表处的 他们是他们的总理 那所以总理跟总统现在意见 是有一点相左的情况之下 所以大家就讲怎么了吗 立陶宛受到什么样的压力吗 不出大家意料所外 就是来自于大陆的压力 目前大陆呢对立陶宛实施什么样的一个制裁跟方式呢 召回了驻立陶宛的大使 同时要求立国要召回驻中的大使 这是第一招 第二招呢 宣布外交要降紧 变成的是代办级 而不是大使馆等级了 同时第三个是国有企业要中断 直接断了从大陆到立陶宛的铁路货运这条 所以断领的经济命脉嘛 那第四个呢 就大卡你的啤酒跟农业订单 那么在酒的部分呢 当时呢有两万多瓶酒 进不了大陆在海上漂流 所以台酒呢立刻阿萨利宣布 OK好你的莱姆酒呢 我两万多瓶 我通通都把它收纳进来 当时大家也觉得鼓励鼓励 但是后才发现背景好像有一点点不单纯 好现在国民党张景成讲了 他说呢 立陶宛的事件呢 显然政府是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 你就先急着大内宣 因此让台湾受伤 更重要的是 蔡政府现在已经断了八个邦交果了 但是好像已经断成习惯了 也没看到府方什么 做一些更积极的一些讲法 或是一些补救等等 好像没人负责任 他讲一句话就是呢 将帅无能就只能累死三军 讲起成长的 那么这个黄徽博教授呢 他怎么讲呢 他说啊 现在对于立陶宛来讲呢 北京就是要杀鸡儆猴 因为你必须要遵守的是一中原则嘛 如果呢立陶宛最后出现大逆转的话 欧洲可能就会出现滚雪球的效应 这什么意思 如果北京现在不做的话 我不先打压你立陶宛的士气 结果呢 没想到还让你觉得 欧洲其他国家看了 立陶宛原来可以这么的挺台湾 或是跟朋友 跟台湾这么当朋友的话 那会不会在欧洲 宣起一种雪球效应呢 所以就不得不让北京 赶快来先出手这么做了 好这是有关于 立陶宛的一个交走的一个事件 好接着我们就来听听 进一步来了解 这整体事件的状况 台湾与立陶宛的关系 在看似平静了一个多月之后呢 最近好像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最主要是来自于立陶宛 因为遭受到中国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制裁 导致了立陶宛感受到经济压力 而美国这边所给的支援 其实对立陶宛来讲 或许它也不是那么的及时与有效 那更不可能从台湾这边拿到非常大量的经济的利益 所以立陶宛呢不只是在野党或者一些媒体 已经有所抱怨 甚至呢立陶宛的总统也开始讲了 说他不知道原来台湾要设处的事情 而且他也觉得说用台湾 也就是Taiwanis作为名称呢 其实是违反了立陶宛的一中政策 而且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看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必须要想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立陶宛在这样子内部的争论下去 会不会台湾的在立陶宛的这个代表处 会有一些地位上或者名称上的改变 而且呢跟这相关的就是说 立陶宛其实本来承诺是在今年初 会在台北设立立陶宛的商务代表处或办事处 经过这样的一些折腾之后呢 立陶宛会不会如期的在台湾举行 他的这个成立的接牌仪式 或者立陶宛因此而退缩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也是立陶宛与中华民国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说 中国大陆在立陶宛改善与台湾关系的时候呢 其实几乎是用尽了很大的力量 去压制立陶宛 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中国大陆之所以这样子 当然其实是担心 如果今天有了立陶宛这样一个先例的话呢 不一定在欧洲 而且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 可能会有更多的立陶宛们 他们觉得也可以借此改善与台湾的关系 从中间获得一些经贸的利益 而且呢有些时候可能还可以配合美国的这些全球外交的战略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其实很可能是希望说 透过对立陶宛的这些很强硬的表态 让其他的国家断绝了跟台湾要提升关系的这个念头 如果这些国家断绝了念头的话 立陶宛这件事情就不会像滚雪球般的越滚越大 当然我觉得中华民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言 遇到立陶宛这样的一个关系变化是很不幸的 但是呢现在两岸的关系变坏之后呢 其实中华民国的外交也没有乐观的空间 在立陶宛的案子 我们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先前蔡政府蔡大内宣说立陶宛不知停台 还成立台湾办公室 没想到如今却被狠狠打脸 立陶宛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 说立陶宛决定允许以台湾为名 开设代表处就是一个错误 因为这强烈影响了立陶宛和大陆之间的关系 没有充分的做好相关的这些准备 然后就急于大内宣 那现在被打脸 这个其实对台湾来讲 其实是受伤严重 不要用大内宣的方式去来 让我们台湾的民众觉得说 好像外交有突破 事实证明也并不是如此 先前就是因为成立台湾办公室 立陶宛两万品莱姆酒被大陆抵制 台酒才急忙帮收购 没想到如今却被光速切割 网友纷纷批评 前面一个宁加拉瓜 现在又一个立陶宛 台酒可以退货吗 酒不要了吧 这时候不抗议要继续买啤酒 和巧克力吗 这给全世界示范了 宁可一开始就直接亲中 也不要占台湾 他直接出口到中国大陆 或者转口转到那里再加工 这些加起来的话 有人估算过大概50亿欧元 他们承受不起 所以他才改口讲这个话 我们没有办法替他承担 这些的经济上的一个损失 台湾的国际处境确实艰困 但蔡政府不务实外交 只平平想着如何打内外宣 未来被继续打脸切割的戏码 恐怕还会持续上演 记者杨琪浩 徐国豪台北报道 有关立陶宛用台湾为名 是一个错误这件事情 所烧起来的后续呢 有时事评论员 用了Netflix的一部电影 来讽刺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我们台湾继续在高潮 我们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外交部竟然还可以 一直往莱姆九身上招呼 还端出菜单 有国发会小编很厉害 不是 我觉得怪的是 人家都已经改变说法了 我们的外交政策 却没有办法在这里头 顺应时势的去赶快做应变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我们在外交部的说法上面 你只有说 我们现在还在观察 整个立陶宛的总理内阁的 态度跟改变 我们一样对于反中情绪 请问一下 这所有的话 我套一句电影来讲 这么多整篇 外交部接所有的说明 就五个字 千万别抬头 我讲的没错吧 他就是告诉你 不要再去听 不要再去看 立陶宛的变节 不要再讨论了 你们不能再讨论 我们就是反中 至于里面到底被我们乱了 怎么样子 不要再讨论了 不要再讨论了 南部酒赶快喝 然后端出菜单 我们台湾不就是在千万别抬头吗